在台下還有一位前輩呢 他演了37年的戲 我特別想要把他提出來 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的夏靜庭 夏格 雖然他真的是我心中的遺珠喔 雖然他今天沒有入圍 但是你差一點得到全情獎 你知道嗎 今年最佳戲劇五部 你個人才演了四部 你是茶巾裡面祭賞 抽大菸的爸爸 對不對 你是逆局裡面 知法犯法的刑警 然後你是斯卡羅裡面 客家族群的老大 對不對 同時我們都不會忘記 你是俗女養成記2裡面 大家都很愛的阿公 你用自己的專業證明 只要有好演員 就沒有角色 是小角色 謝謝夏哥 而今天在台下還有一位前輩呢 他演了37年的戲 我特別想要把他提出來 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的夏靜庭 夏格 雖然他真的是我心中的遺珠喔 雖然他今天沒有入圍 但是你差一點得到全情獎 你知道嗎 今年最佳戲劇五部 你個人才演了四部 你是茶巾裡面祭賞 抽大菸的爸爸 對不對 對不對 你是逆局裡面 知法犯法的刑警 對不對 然後你是斯卡羅裡面 客家族群的老大 對不對 同時我們都不會忘記 你是俗女養成記2裡面 大家都很愛的阿公 你用自己的專業證明 只要有好演員 就沒有角色 是小角色 謝謝夏哥 謝謝 地球赤光 眼看哪 眼看哪 慢慢慢慢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何浩晨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博益 哈喽大家好 我是柏舒瑤 哈喽大家好 我是依依杰 哈喽大家好 我是依依杰 一直觉得 庶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 真的吗 对对对 看什么看 快点啊 哈喽